全世界最可怕的十种吃肉植物 电影中的食人花竟然真实存在 在我们的印象中 植物就是静静地待在那 不争也不抢 它们不像动物 植物没有尖牙利齿 也没有尖硬的骨骼 它们可能绝大多数一辈子 都不会离开生长它们的土壤 但凡事无绝对 你可能不会相信 动物也会有成为植物盘中餐的那天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看看世界上十种无肉不欢的动物杀手 第十名 顿子碎叶藤 顿子碎叶藤分布于科特迪瓦 利比里亚以及塞拉利昂的热带雨林中 是一种类似于猪笼草的大型藤本石虫植物 在夜间有类似于鹿松的边状捕虫叶 直立于空中 周围密布粘稠的线体 不仅能粘住小昆虫 还能分泌一种酸性的消化酶 将其分解和吸收 短暂地补充其过后 得到充足能量的顿子碎叶藤 便会长出长长的精解 并且在夜间长出两个钩子 便于勾住附着物 进而开始攀缘生长 别小看它 它的藤蔓可长达五十米呢 顿子碎叶藤依靠种子繁殖 其种子被一层钝形硬质外壳包裹 顿子碎叶藤中的顿子正是指其种子 种子周围还有一圈散状的褐色薄膜 待成熟后便可随风飘走 第九名 鹿叶毛毡排 危险的植物通常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 这种叫做鹿叶毛毡排的植物 生长在西班牙 葡萄牙和摩洛哥海岸 贫瘠的土壤上 那里的土壤实在太贫瘠了 无法为植物提供生存所必须的养分 这就是为什么它也像大多数食肉植物一样 以昆虫为食了 鹿叶毛毡排 习惯先用甜味吸引昆虫 然后再用一种粘性物质 把它们困在叶子里 猎物们越是挣扎就越容易上钩 最终只会死于窒息或疲劳 最后 它会分泌专门的消化酶来溶解昆虫 让昆虫释放营养物质 并最终将这些物质吸收 第八名 瘦索布罗基凤梨 凤梨咱们都非常熟悉了 但你知不知道 凤梨家族还有个肉食的亲切 它的名字叫瘦索布罗基凤梨 主要分布在委内瑞拉 巴西 哥伦比亚和归亚那 生长在海拔约1000米的 贫瘠湿地平原上 瘦索布罗基凤梨 具有蜡质内壁的补虫器 里头生活着大量的消化性细菌 叶片间布有反光鳞片 很多小昆虫会被光吸引 但光滑的叶表很难让它们站稳 加上它的补虫器 会散发一种甜香味 这就很容易又补到 蚂蚁还有别的昆虫 槽内的液体中 包含食虫凤梨分泌的消化酶 其pH值为3.0左右 成强酸性 猎物在这些强酸的液体中 很快便会淹死 最终被消化和吸收 第七名 蛇发布银晃 人们一般把这种植物 直接称为捕虫树 原生于南非 它枝条表面的绒毛上 粘满了具有超级粘性的树枝粘性物质 任何小型类昆虫 只要粘上去 断然是没有逃脱可能的 跟前面几种植物不一样 捕虫树不会将猎物的 蛋白质分解再吸收 它把这项工作 外包给了一种叫做 刺春的昆虫 捕虫树与刺春 有着共生关系 当昆虫被捕虫树困住时 刺春会蜂拥而至 刺春猎物的内脏并吸走 当刺春酒醉饭饱之后 捕虫树又会从刺春的排泄物中获得养分 这样的生长方式听起来是不是也蛮特别的 第六名 捕虫锦 捕虫锦是一种食虫植物 分布于除澳洲以外的各大陆 捕虫锦生活在沼泽和潮湿的荒原 很明显这些地方都不能为它提供足够的营养 所以它进化了这种食肉生活方式来补充它的能量 和前面的植物一样 它也擅长用叶面上的腺体分泌 特殊气味来吸引毫无戒心的昆虫 一旦昆虫被困住 捕虫锦的叶子就会慢慢卷曲在猎物周围并将其消化 捕虫锦可以捕食一些蚊子 蚂蚁等小型昆虫 一些苍蝇这样的大力气昆虫则比较容易逃脱 一般来说你可以通过观察 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吃过饭 仔细观察叶片 说不定还能看到消化后的猎物残渣 第五名 捕蚁草 提到食肉植物 就不能不提到这个小家伙 可以说它是最为知名的食肉植物了 捕蚁草的原产地 在美国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平原地区 和你在卡通片和电影里看到的优点不同 捕蚁草其实很小 只有15厘米长 它身上的小眼睛陷阱虽然看起来很长 但实际只有大约2.5厘米 别看它小 它可比你想象的要恐怖 捕蚁草会利用两次刺激来确认昆虫已经走到适当的位置 昆虫只是稍微走入捕虫器的时候 捕蚁草会受到第一次的刺激 若捕蚁草现在就避起来 就只能夹住昆虫的一部分 这时候昆虫能够逃脱的机会变很大 当昆虫差不多也走到捕虫器的里面时 捕蚁草会受到第二次的刺激 这时避和捕虫器便能将昆虫牢牢抓住 关在捕虫器之中 如果有神奇的魔法把你变成一只苍蝇 又不幸被困在捕蚁草里 记住不要惊慌 只要你保持静止不动 第二天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你越是挣扎 就越是泥足深陷 一般捕蚁草要花几天时间 才能把你消化掉 在此之后 它又将等待另一个倒霉蛋上钩 第四名 核枣 核枣是水生漂浮的石虫植物 成圆形 分布在中国黑龙江 欧洲中部 南部 亚洲北部和东南部 大洋洲北部 核枣是极少数能够快速捕捉猎物的植物 核枣的捕虫方式与捕蚁草类似 而它捕捉猎物仅需百分之一秒 在它的叶柄末端 你能看到树根须壮叶和捕虫夹 捕虫夹 捕虫夹通常呈半透明的绿色 只有三毫米左右大 在两半捕虫夹的边缘 还有向内交错生长的细毛 这些细毛在捕虫夹关闭的瞬间 可以阻挡猎物逃出捕虫夹 这点与捕蚁草的捕虫夹外侧的细尺 有异曲同工之秒 在核枣捕虫夹最内侧的底部 长有约40根一毫米长的触毛 这些触毛便是闭合捕虫夹的机关 当猎物触动触毛时 捕虫夹便会立即闭合 第三名 拜比斯 拜比斯原产于澳大利亚 是一种小型食肉植物 这种小家伙拥有被动诱补机制 拜比斯的叶子上覆盖着小线毛 能产生一种吸引飞虫的粘液 当飞虫落到叶子就会被粘住 除非它们有足够的力气逃脱 不然叶子上的无丙线体会产生的果汁 帮助拜比斯消化这些昆虫的残骸 昆虫最后只能被饿死 并被拜比斯吸收 第二名 眼镜蛇百合 眼镜蛇百合原产于 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 你可以在大部分缺乏营养的沼泽地区 找到它们 这种植物长相独特 非常引人注目 最抢眼的莫过于它奇怪的叶子了 它的叶子看上去 就像正在吐折的眼镜蛇 配合着奇怪的外观 它还恰好有贪婪的食欲 眼镜蛇百合 会以昆虫和小型脊椎动物为食 它们的莲茂叶子 能分泌一种吸引昆虫的香气 一旦昆虫陷入其中 润滑的分泌物和向下的毛束 将阻止它们逃脱 同时半透明的出口 实际上并不存在 这意味着 内部昆虫的在如何挣扎 都是徒劳的 一旦陷入其中 它们将逐渐的淹没在液体中 直到死亡 第一名 猪龙草 猪龙草属于热带狮虫植物 原产地主要为 旧大陆热带地区 猪龙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 就是一个个瓶子一样的捕虫龙 奇异的外貌 让它成为了花室里的虫 你有所不知 其实这个捕虫龙 本质上是一片变态的叶子 在猪龙草叶片发育过程中 猪龙草叶片尖端 会长出一根卷须 以此来攀附在其他植物上 随后 卷须的顶端 蓬大成为杯状 进而产生一片 新型或卵型的盖子 随着盖子的打开 一个新的瓶子就长成了 不过这个盖子 在捕虫后并不会关闭 盖子的作用主要是吸引猎物 以及防止雨水进入瓶内 瓶盖的负面 还能散发香味 引诱昆虫 瓶口光滑 滑落瓶内的昆虫 最终会被瓶底分泌的液体淹死 第零名 食人花 食人花又名大王花 它生长在美洲亚马孙河的 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 形态十分娇艳 花形四日轮 但作为吃肉动物中的龙头老大 食人花其实并不吃人 之所以有食人花这个名字 主要是因为它的花瓣尺寸巨大 直径最大可达1.5米 几乎是一个小青年的正常身高 这很难不让人将它与食人这个词联系起来 同时食人花的花蕊和一般的花并不一样 它所散发的不是香味 而是腐蚀般的臭味 这股臭味会吸引附近喜欢腐肉的昆虫和动物 帮助它进行受粉传播 或许就是因为这奇特的外形 加上怪异的气味 让影视编剧们自然而然地对它进行夸张制作和可以渲染 造就了观众心目中那个恐怖的食人花形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种吃肉植物 哪个让您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